大家好,我是阿妈,早上好 今天我们家的早餐是做了这个番茄肉酱的意面 意面是昨天晚上掰碎了以后放到水里面去泡了一个晚上的 因为如果早上现煮的话呢,要十多分钟 这样的话呢,只需要几分钟就能煮好 这里面的调料就是一些大蒜,洋葱,甜椒,还有一些大葱啊 你给它搅碎 按道理其实如果想要香味和味道会更好 就是要加一点那个胡萝卜跟芹菜进去 但我家里没有,我忘记买了 所以只有这几样 给它搅碎了以后放到油锅里面先给它爆香 像这样子,水分炒干了以后 你就可以在里面加上那个搅好的肉末 可以用带一点肥肉的前腿肉或者是后腿肉 如果家里面你有牛肉的话呢 就是猪肉牛肉各一半嘛 给它炒香,把水分炒干,炒散 早上起来我是现炒的 所以用到的是家里有的这种番茄罐头 你也可以用新鲜的番茄代替 但这个番茄酱你就代替不了了哈 它是这种番茄糕一样的,很细腻 炒出来味道会很香 然后它那个红油也很好看 就裹在那个面条上面 给它翻炒均匀 可以看一下,马上就有这种红油了 就不需要加水 就这样直接熬一下就行 然后这里面我家里面有吃牛排的这种 欧芹海盐大蒜粉 我就加了一点进去 没有可以不放 挤上一点蚝油提鲜 刚好我的也没有了 加上一点酱油生抽调个颜色 还有白糖 就因为番茄是酸的嘛 就要加一点糖,中和一下味道 如果家里面有那个黄油 你就丢两块进去 没有可以不放 它只是增加一个奶香味道的 给它翻拌均匀 试一下咸淡 番茄肉酱就现炒好了 这边水里面水开了以后 就放入泡好的这个意面 丢进去煮个两三分钟哈 我基本上就是三分钟就出锅了 所以这个泡一下再煮真的很不错 可以试一下 如果你不太确定意面的软硬程度行不行 那你就在煮的时候掐一下 如果能够轻松掐断 今晚就可以出锅了 放到这个熬好的番茄肉酱里面 裹上几圈 满满的这种番茄肉酱的香味 家庭版本 就家里面有什么食材 都可以应用上的这种 不太正宗的味道 不管了哈 能够吃上热乎的就不错了 我还撒了一点黑胡椒 配上牛奶 洗好一些南眉 今天的早餐就供大家参考一下 明天你们要做 记得加上一点胡萝卜跟芹菜哦 这样味道会更香 先开始了 晚上再见 拜拜